十五分鐘 教育部團結一致努力要去直線 是的 是 那請教為什麼在關鍵時刻關鍵的人物不見了呢 為什麼 是因為政策的改變嗎 請教在教育部 誰專程負責督導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 據我所知包括我們陳次長還有這個國教署署長都是跟這個業務比較之間 請教 在三月二十抹報的頭版新聞 全訓部退回 教育部 要加獎獎勵 續薪兩個月 要技工 兩大工 被全訓部退回 您知道這個是嗎 我有看到報紙的報導 那你有問部長嗎 要怎麼處理嗎 因為好像當天教育部馬上做出一個新的決定 所以我就沒有在進一步 你做什麼新的決定 我想我跟委員說說明 原來是他在做常務次長的時候提出來的那個技工的所有相關出來後來變成政務次長也就沒有技工的相關的問題所以我們就 而且這個陳次長本身他也覺得是說他不應該鞠躬啦 在這個非常時刻 在這個非常時刻 人在哪裡啊 我想我跟委員特別做說明啊 我們施多獎的這些同仁 事實上 請教人在哪裡 每年會 針對本席的提問 好我們好像說明每年會有兩個提示 請教人在哪裡 現在事實上施多獎第二個提示 請教人在哪裡 不要再去本席之間 是全國上下的民眾 大家一再要關心 如何去執行 美麗的十二年國教 在一個執行 所以因此會在臨時會 朝野一致 做成協商 由王院長正式公佈 也就是邀請江奎到立法院報告 這是五月三十一號 為什麼會如此 我想我跟委員特別做說明 我們分兩個提示本來他是要去第一個提示 我們原來判斷就說那段可能時間更緊 所以說請他 在這麼短的時間 有這麼大的政策改變 巨細迷離的問題 大家不斷在思考 這麼不尊重立法院啊 這麼不支持他自己督導的十二年國教啊 楊委員這部分我想其實是我是 我是部長啊 我也准許了他原來從第一提示 調到第二次做呼喚 院長 我想這個是責任由我來過 在這個時間 在行政院最大國家最大政策 的一個關鍵時刻 而且是在五月三十一 立法院就已經正式宣告 正式邀請 適當嗎 向委員報告我其實對於 教育部下面同仁的請假時間這當然不是我所了解 那麼我平常找教育部來討論問題基本上都是請蔣部長過來 所以 我的資訊主要是透過蔣部長以及他所 陪同他前來的一些其他的文官 大家共同努力推動 專責負責人 不免讓社會大眾質疑 為什麼會如此 因為政策要轉換 落跑會上策 部長 是否如此 我想我跟委員特別做說明完全沒有說落跑的這樣子的思考 我剛才特別說了原來是第七次是6月1號到8號這一段要出國 那這個時候後來因為發 原來 你還在親中緩急呀 是 立法院在臨時會邀請行政院來報告 是 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我想 你還在討論第七次第2次 我想教育部的所有的相關 是一個專責負責 謝謝委員的指教 而且還經過全區部退回 全區部 院長 全區部退回 你們部會人員 的激公講訊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議題 楊委員我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其實沒有退回啦 他叫我們再做一個檢討 我相信 不過我後來經過檢討 因為陳次長他本身就是說 他要 不要咬文嚼字 謝謝 民眾要的 是我們能夠怎麼樣安定 能夠讓我們的孩子怎麼樣快樂成長 謝謝 所以本席認為 教育部應該要檢討 全國上下一致在看這個上次總統 為什麼關鍵時刻關鍵人物不見了 不免讓人家懷疑 政策要改 轉彎 所督導人 所督導的 你們趕快閃開 走回上次 院長 這不是一個有能力的行政效能 的一個團隊 所以本席提出抗議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也就是明年八月份 要上陸的這十二年國教 到底 要不要排付 請教院長 向委員報告 排付這兩個字 就如同今天講部長所講 也許 會引起一些誤解 但是我們的主張就是 要定定一定 收入的這個標準 在這個標準以下的 我們認為 他可能在負擔 學費上面比較吃力 我們應該要給一個免學費 在這個標準以上的 你回答這個內容 本席提出 嚴重的抗議 十二年國教 從一而終 兩個最重要的精神 第一個 減輕孩子 教育的壓力 您贊成吧 贊成 第二個 免學費 您知道嗎 這我知道 您既然知道 從一而終 甚至總統先生 在 五月九號 仍舊強調 總統先生 五月九號仍舊強調 超而比序 我們要再做檢討 如何簡化 但是 排付的問題 不排付的問題政策 仍舊不變 這是在五月九號 距離今天 值幾天的時間 像我們有看到 蔣部長 接任了部長之後 在六月九號 仍舊告訴我們 還是維持 教育部所研討的 不排負的方向 有一句話說 人而無性 請教院長 下一句話怎麼接 不知其可 不知其可 一個國家的政策 代表著 代表著我們的 靈性 如何 在幾個小時 做這樣子的一個 政策轉彎 向文明報告 這不是說幾個小時 裡面做的轉彎 我們政府的 微信 跟信心 事實上 這件事情 確實已經有討論了 好幾個禮拜 那麼雖然總統在 在您剛剛所講的 5月9號 蔣部長 他在兩天前 遵循既定的政策 不排負的政策 維持不變 對他說 報給行政院的立場 教育部還是能夠爭取 這個不排負 全面免學費 這一點他的敘述 那蔣部長這樣不夠了 因為 蔣部長你沒有得到 一直希望能夠爭取 這一筆經費 但是站在行政院的立場 我們是從整個總預算 來看 我們一方面要確保 教育經費 有增無減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關注 教育經費增加 用在 教育經費有增無減 教育經費編列管理辦法 在立法院 我們為了要完成美麗的呈現 調整了修改了教育經費編列管理辦法 當時 教育部在現場告訴我們 我們提了23.5 教育部告訴我們 22.5就夠了 所以最後的法案 是22.5的比例 如何告訴我們夠了 現在哪一個說不夠 人而無性 我仍舊要說那句話 不知其可 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當時這個討論的現場 我那時候應該是擔任內政部長 所以對這個過程並不清楚 所有政府的政策都是延續性 不應這樣來調整 對 我願意講的是說 所謂夠或不夠要看 你是只討論12年國教所需要的經費夠不夠 還是整個教育的推動所需要的經費會不會受到排擠 孩子不分富跟不富 如果將富 的標籤貼在孩子身上 這是一個非常 嚴重的錯誤的 教育理念 我們並不是用這個概念來看待這個事情 同時要向委員報告的是 目前的制度其實就 因為有要申請補助 所以在每一個學校每一個班級 其實都有所謂的 申請補助 的學生 學生族群 被分階級 我並不認為這個是分階級 交繳學費的孩子 他要怎麼自我定律 是應付而受懲罰 或者是應付而交 我們整個教育經費裡面用在學生身上 從 低收入戶的 學雜費的補助 到 我們剛剛講114萬 這個是不是要補助他6000 或者是1萬多塊 114萬 是11年前的標準 對這一點我們也承諾會做檢討 一個國家制定的政策是依照11年前的標準 這一部分我們願意做同心的討論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講了 我跟委員講在我們報告裡面 我沒有講114萬 114萬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實施 五六千元的補助 或者是一萬六七千元的高值補助的時候 所用的一個標準 而這個標準確實如委員所講 是過去的一個 估計 那麼將來是不是要與時俱進做一個調整 教育徒撐在討論之中 這個標準來作為我國 重大政策的依據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所以本席 再次說明 南嶺階級非常可憐 南嶺階級雙薪家庭 他逃不了稅 他三個孩子 他的收入 一百一十五萬 他不能得到協助 這是一個政府在賬戶民眾嗎 委員剛剛所講的問題 我們都已經納入考慮 也會有交易部在最近 未來一段時間 研究 堅持 反對十二年國教排布 目的 不能讓我們的孩子 身上貼標籤 我想不會 我手上拿著 我今天 超而比序 讓所有 全國的家長 焦頭爛了 我手上拿著一個鏡子 媽咪媽咪 我站住在大雅 我登記中科實驗高中 我能不能錄取 媽咪回答孩子說 他回答什麼 他說 要看你的會考成績 要看還有沒有其他的人登記 那怎麼辦 不知如何登記 我們去問磨鏡吧 磨鏡磨鏡啊 我的孩子啊 非常的優秀 我登記了 我到底能不能錄取啊 連磨鏡都告訴他 家長 這樣的問題 目前為止 可能是 比較 你的孩子 非常的優秀 就像白雪公主一樣的優秀 但是 我還是不能告訴你 你能不能錄取 委員即使是在現在的制度 只要有選田自願 就有這種所謂的 不確定性 但是呢 我們始終強調的就是 每一個學生跟家長 必須要 清楚自己要練哪個學校 7等級 而不是去問別人的小孩要問什麼 要練什麼學校 這一點如果我們不去弄清楚就永遠會跟著別人 我們在意別人練什麼學校 我也要去練什麼學校 這個不是教育 應該要鼓勵的 為了零抽錢 賈三等的七等級 請教院長 是否違背了我們12年國教 最基本的精神 減輕升學壓力 向委員報告 分層標示這一點呢 在大部分的學區其實是不需要用上的 但是在譬如說基北區 對於這種明星高中競爭很激烈的地方 才會需要進一步去用到標示 講到的重點 原本的ABC三級 我們現在改為七等級 為了明星高中要取得五顆星的A++的學生 讓所有的孩子全部陪著玩 我想也不用陪著玩 在每一個考試會考 提提計較 不會 當孩子提提計較 評比壓力更加的大的時候 比起基策來講 我們12年國教的基本精神 但是如果說以分級 分等級來講 它是好幾個題目才構成一級 所以不至於所謂的提提計較 剛剛院長談到 為了 北基區 現在他們只考三個 項目 其他考五個項目 一個12年國教 一國兩制 補習班說 我們準備好了 院長您自己說 教育部 的宣傳 沒有將關鍵的問題說明清楚 該當如何 我並沒有講關鍵問題說明清楚 我只是知道說 因為我們是 由各個學區 舊學區來決定他們的超合比序的內容 因此 這個 是否在裡面 呢 會呆 不妙 這 會呆 會呆 有 會呆 不妙 可以呆 會呆 會呆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